请才会拼 这是哪儿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有人吗 你这让我灯开一下呢 你终于醒了 你谁啊 知道为什么被抓进来吗 我不知道 知道做什么才能出去吗 我不知道 什么也不知道 你也是被抓进来的呀 忽然哪 你装啥呀 我装啥了我 那你知道咱们是被谁抓进来的吗 你都不知道我上哪知道去 看来你也是刚被抓进来 我进来三天了 三天了啥也不知道啊 你也不能说什么都不知道 我找着这个 看箭头 看箭头 我想了三天也没明白 到底要看见谁的头 箭头 看箭头 这里边肯定有线索 不可能 马桶我已经掏过了 是掏水箱 这有锯子 有这个咱们就能锯开脚上的铁链了 拿着 锯不开呀 你太天真了 没看过电影电锯惊魂吗 这把锯子不是用来锯铁链的 是用来锯我们的脚脖子 如果你害怕的话 我可以先来 咱再试试锯铁链子呢 没时间了 再想要别的办法 我有医保 你锯哪条腿呀 我这条腿 大哥你别锯了 咱再找找别的线索吧 我找了没有线索了 哎哎哎 这是个有空气 哎 I want to play a game 想要从这儿出去 必须遵守我的规则 让我找线索 自个儿在看电视合适吗 有没有可能 这就是线索呀 你倒说你 快打开 以上就是全部线索 祝你们好运 你看我说还是得用锯 咱们现在就是想好了 到底是锯铁链 还是锯脚脖子 你锯我脖子 我又带着你呀 你看电视合我 你 你 你为什么要抓我们呢 你到底是谁呀 你们好好想想我是谁 我想起来了 我好像见过他 在哪儿 刚才在电视里 滚 你你你到底是谁呀 我刚不是讲了吗 啊 讲的时候不好好听 用的时候跑个来问 每天我就掰开了揉碎的 起开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啊 我把我的姓名 藏在了这首诗里 一点儿没藏住 刘茬阳 刘阳 刘阳 有点印象 那 现在呢 印象全无 我永远记得你们 你还记得一个星期前的交通事故吗 啊 当时 我骑着我的小车过马路 你用汽车喇叭在我背后滴滴我 吓我一跳 是算交通事故吗这个呀 我当时骂了一句你大爷 而你却说我没大爷 给我怼懵了 我回去之后复盘了整整一周 吵架为什么没发挥好 不是 大哥你不至于记仇记一周吧 就是 那他是为啥进来啊 17年前 记这么久啊 星期二的英语课上 老师问上课是为了什么 我刚要接是为了下课 让他给接了 那之后同学们每次夸他接的好 我都得上去解释 我先想他的 我先想他的 我先 你能明白那种感受吗 那就好像 你张嘴要打哈欠的时候 嘴里飞进去操影 嘴里飞 我先想到了 我证明你先想到了 我证明啊 我先想到了 我先想到了 所以 我把你们抓来 就是想 再比一次 再 总之 如果我赢过你们 就放人 我没打了 大哥大哥 我觉得这点小事咱不至于计17年 12年前 还有啊 我们俩一起参加高考 英语他考了147 而我考了146 哇 你们英语好好啊 那高考总分是 我考147 我考146 光学英语啊 你高考比我高一分 所以我必须要赢你 不是大哥 高考比你高一分的人多了 你凭什么只抓我呀 我都抓了 都抓了吗 操抢箱的人你们听着 还真是一分一操场啊 你们吃完了饭 咱们一个一个的比 高考考147分的人可真多呀 你先跟我比 那就是说我吵架 故意输了就能放我走了 来吧 你大爷 我没大爷 那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大爷 大哥 你能不能管管你那嘴 我都在那儿想抽你了 他这想的一般耶 大哥 我能证明刚才那句是你先想到的 而且你已经把我怼懵了 能帮我走吗 已经没用了 我一周以后才跟你比 不是 我先来赢你 不是你赢不了我 大哥 输了咱就能走 那我要是赢了呢 赢了你俩继续在这儿关着 那看来你得关我俩一辈子了 没有俩 来 我准备了两套高考试卷 咱们俩再考一次 怕你不成 干啥呀 不好 是江苏卷 这个太难了 第一题什么意思 你也不会嘛 十二年光记仇一点不复习啊 你快翻一下 这不定语从俱吗 这不定语从俱吗 你翻一下定语从俱 喂 啊 快递啊 你送进19 他挂我电话了 我出去一下 不是大哥 这不至于呢 这没必要赢吧 挂你电话呀 你别抄我的 你自己做 我去看 我听你声音就把你认出来了 你终于来了 你谁呀 我还得送快递呢 你不记得了吗 咱俩有个一面之缘 咱俩不可能有一面之缘 我快递从来只放门口 两年前你面试过我 不是大哥 你认错人了吧 这是个快递员 他说的没错 我以前是一个面试官 那后来怎么成为快递员了呢 两年前 我曾是世界五百强的一个面试官 后来 变成了一个快递员 一点没解释 知道你在送快递之后 我每天我都坚持 网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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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等着你送上门来 再跟你较量一次 我每天也在送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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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等这一天哪 你热不热呀哥 好 当年我通过了重重的考验 他最终没有录取我 原因竟然是 我没有捡起地上的一张纸 好服的好服啊 我当年面试没发挥好 所以我必须要在这赢你一次 好 那我今天可不会手下留情的 你最好手下留情 我这一生面人无数 从未录取一人 这就个啥呀 接下来我会出三道题 你如果都答上来了的话 就算你面试成功 就 这是谁呀 哦 这哥们是一个 碎嘴子 是 第一题 你觉得一个优秀的销售 最应该具备什么 随机应变 答得好 看来这两年好好准备了 当然了 我每天都在复盘这场面试 我天天在网上查攻略 第二题 请把一张桌子卖给我 不是笔吗 压错题了吗 不会没准备吧 怎么可能 首先 我会问您 您现在方便给我签个字吗 这样您会摸摸自己的口袋 看看有没有随身带着一根桌子 这是按笔准备的吗 这是 如果您没有带桌子 我会从我的口袋里 拿出一根桌子 你就是按笔准备的 我还会准备很多种桌子 2B桌子 HB桌子 自动桌子 你听题了吗 非常好 你听答案了吗 接下来是最后一题 对了 你进到一个房间里 发现有五个领导 而你只买了四杯咖啡 请问你们三个会怎么办 变 变群面了是吗 你如果还答不过他俩 你可就要淘汰了 那我先来 我会自罚四杯 好的 我会准备一个大一点的咖啡壶 然后把四杯咖啡全部倒进去 兄弟 然后打包带回家喝 好的 首先 首先 我会跟领导说对不起 晚上回家之后 我会认真地复盘 今天怎么又没有发挥好 第二天 我会高高兴兴地来到公司 吊死在公司门口 你再往里面看着啥攻略你啊 我听到过最完美的答案 不是啦 我通过面试了 不 你可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们捡起这张纸 可恶 卑鄙的面试官呐 我在这就不走了 随时等待你来挑战我的面试 好 我必须要赢你 不是 大哥 我问问你 你为啥这么想赢呢 我忍气吞声了一辈子了 凡事都往心里面忍 直到三年前 我诊断出了绝症 从那一刻开始 我决定不再忍耐 我要向之前 所有的心魔复仇 我要战胜心魔 你应该先战胜病魔 两年前我战胜了病魔 你这么厉害啊你 但我已经尝到了赢的滋味 我停不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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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厉害 那个大哥 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如果我们没办法输给你 我们就永远出不去了 当然了 我说了这是咱们的game 那能不能我先比 也可以啊 但你们仨要整体往后笑一笑 我先去赢操场上的一千人 你回来 大哥 我想到一个办法 我替你比 然后如果说我赢了所有人 再输给你 是不是就相当于你赢了所有人 还节省了你的时间 好慌 那我为什么没有先想到 这就别比了这个 就按你说的办 那一言为定 好 哥们儿 太狂了吧 这可是江苏卷很难的 A C B C D 什么意思 这选择题前五道的答案 都对了 哈哈 我是当年江苏省高考状元 什么 我们打开 操场上的人听好了 A C B A C B C B C B C D B D D A B D D A B C D 他选对了 我选错了 可你还没过我这一关呢 哎 你通过了 还没有结束 我要打十个 他是个说相声的 嘴嘴多了 没人怼得过他 孩子 这就叫相声 那你俩什么死开是呀 还有我 每次吃盘想买单 我从没赢过他 二位坚守 谁来买单 这顿饭我请 哎 这笔先生已经买过了 怎么做到的 我在美团团 跟我说团了圈 说给山路吧 我来 他是奥运冠军 我永远不快 赞成了比操拳的王 中国李宁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 中国李宁 他是中国李丁 他是拳王 没有人比他的拳头更硬 过 灵魂打出来了吗 还有谁 精彩 没想到你真的赢了所有人 所以 接下来我只要吵架 吵赢了你 就等于赢了所有人 别人 来吧 你大爷 我没大爷 那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大爷 这就是赢的感觉吗 那以后别人骂我大爷 骂都是你 这 这就是赢的感觉吗 干嘛呢 你不是要输给我吗 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 但刚才我发现 赢的感觉太爽了 我这个人 活到现在从来都不争不巧 但我今天我发现了 我想赢 没有人不想赢 好 那咱就再比一比 好 那我跟你比接话 看谁快 不用比 你来当裁判这个练习官 哎各位各位 这其实都是假的 我这是租离密室逃脱 你看这具都是塑料的 就是这铁链子是真的 来呀 啊 啊 我们是个整人节目 整人奇妙夜 公演节目整人奇妙夜 你看马东在那坐着 马东 马东 我听说马东老师 自己喜欢办比赛的 我要跟你比 你啥呀 比咱摸口桌 肯定摸口桌 你讲给我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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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比你 比赛 多个 你好 来吧 爱赢才会拼 来 我们给这个作品投票 3 2 1 我说在这个舞台上 经常能享受这种 神经的快乐 对 最爱比赛 来 办什么比赛 这就是神经病开会 你看 我们有请演员 欢迎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四世同堂 我们从天朔开始问 你觉得这个作品 在你们这个创作团队里 主要是从谁身上总结出来的 比较有针对性 我感觉这个 这个太明显了 我觉得观众能能看出来 是贴谁的联系 是的 这就是我十年后要干的事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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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 我感觉这刘洋 这小宇宙爆发了 太棒了 就是 我们就是想看到这么变态的作品 特别变态 我太喜欢了 谁 谁 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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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老师 哎 你说万一这个就是拍 就拍这个案件的这个大喜剑这个事儿 万一咱俩就是不拍给他 他赢不了 你说他能不能憋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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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事儿 是到现在耿耿于怀输过的吗 呃 其实也不叫输呗 有的时候就老复盘 马董 我跟您说实话 就上次运动会我们输了之后 我自己回家 我练那个端水往后倒水 我在浴室练半天我自己 哈哈哈哈 他们连这个都是还练过的吗 现在你们最不好的应该是最后一半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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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不但如此 他倒水说算轻的 他之前 咱们之前的那些作品 比如说当时他一看见天放 当时出来人家挺爽的 什么 八十一难的时候就说 我必须得连块 跟他比一比 干啥 然后看见人家那个配轮 变了一个小魔术 独舍帮的时候 那二当家出来 非要变一魔术 你说跟这戏有什么关系 他说戏弄了新号 不管你们演啥 我必变魔术 哈哈哈哈 这还是作品 回去后有一天晚上 他跟智良住一屋 智良带了一个那个光子嫩夫的那个一个面具 这他第二天也买一个也跟着戴 哈哈哈哈 我光子嫩夫不是想光子嫩夫 我只是不想输 你说这是干什么 你再解释一下 我在变美 变美是这么变呢 我必须从这个电梯走到经历的时候 就已经变得更美了 我的妈呀 所以你为什么是一个这么好胜的人 我只是想比一比 就是见贤思琪嘛 就是贤 谁贤你贤 你可不贤 她是这里面最忙碌的人了 他一个人感觉平时活出两个人的感觉 一会儿啃孩子 然后又写本 一会儿赶个开放麦 他老有一种感觉他所剩十不多 哈哈哈哈 1点 刚回到家 开始写本子 哦 早晨5点半 这孩子为难 9点然后起床 准备去录一个节目 现在12点还拍完了 然后去米味 B扎城拍间 鞋本 嗯 光线的猪 哎 这里也太抽象了 这个 哈哈哈哈 新抓人 我抓了你们 啊 你是谁 我这到底是什么狗狗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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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点15 现在先去健身 啊 一 晚上11点钟 迪达单个月 你是金卡到托本舱 你是白金卡到驾驶舱 啊 啊 啊 11点43 回家写本 自律 给我自由 呦 哟 这才回 回头来 就是那次你在81难里面 展示了你那个杀僧的那个大杀臂 骂人呐 我觉得好巧不巧啊 这个贾兵老师最近也在练块 我跟你讲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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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白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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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白腕子 连他都赢不了 我跟你讲 我这个人啊 我这个人最不爱挑事 也不爱热闹 白腕子 就他 你厉害我厉害 你谁是谁的爹 这一下都清晰了 对不对 来来来 我们就在那个台子上来上一张桌子 让那个贾兵老师和刘洋来释一下 来吧 刘洋你说你是赢啊 还是赢啊 还是赢啊 哎呀咋赢啊 贾兵老师加油 你看他这个哎呦 哎呦我 哎呦我天 他这都花架子 三二一 哎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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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呦我家老师让我 家老师让我 家老师让我 对对对对 人家给了你喜上加喜 哎呦 没有你 有的人家 有有 有 难道真的是在比赛吗 比的是赛吗 贾兵老师我们再拜一次 好 刚才那个作品我们三世同堂 哎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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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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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刮乐是能第二呢 我讲话 还有刘洋教主 你看你也说那个脱口秀 脱口秀专场里都有了 这边这个喜剧的这个也演了 那宋母子都写电影剧本了 宋母子都写电影剧本了 这га 接下来一定会有一个作品 大型纪录片喜人都去哪儿了 救救我 我的意思是刘洋教主以后 想写电影剧本可以找我 谢谢你 lemons 确实刘洋非常有atique 我认为刘洋完全可以做 一个很好的电影编剧 他有很多点子特别好 所以你记着啊 这边这个 而且人家贾民老师 自己主演电影都八亿了 超过八亿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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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900 太好 他也是爱情 好 这一期送给大家的口令词 是限定福利 就从这个作品里出 所有正在看节目的观众朋友 此时此刻打开美团APP 搜索爱盈才会拼 汉堡买一送一 口令词福利 周周不一样 美团团告给大家准备的 都是日常吃喝玩乐 能用到的好东西 感谢店好多 省好多的美团团购 那个 来 我们就看看这个作品的得分吧 我来看一下这个作品的观众投票 好 一万九千两百票 我们来看一下导师投票 我来看一下总票数 一万九千九百票 恭喜 谢谢 谢谢时尚 拜拜 拜拜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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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世同堂 这一次是你们最后一个作品 感觉怎么样 有点伤感 这个 不是 我纯是鼻涕 你那叫伤寒 你再评价一次三位哥哥 你先重复一下 你记得第一次你对我们的评价 你先重复一下 活泼 乐观 平忧 现在的 现在呢 现在是 不语评价 升华 升华 你升书 完美 平忧 我一三一分了 不是 前面没过脑子 主要想的是平忧 你真是的 说一句话 最大的感受其实还是踏实 我觉得我们再泥泞 我们也一定会弄出一个还可以的作品 且华哥他每次很知道故事该怎么讲 然后杨哥他知道出包袱的方式 然后松岛他很善良 我就知道 他把我扛到第三分的时候我就知道 他很气臣 我跟你说人善不该被人启 我是觉得跟他们哥仨在一起组队 我觉得特别的值得 尤其是起于创作 能一起坚持走下去的人其实不多 除了创作上是有一些合适的地方以外 我觉得我们四个人在这次合作的过程当中 也逐渐地开始变得越来越熟悉 大家已经开始互相谩骂了 这个也就要调多 就这咱现在都没有 咱除了坑都没有 老师 您懂那么多 到底是家呀 你来的这坑都卖不下来的 我就是你卖不下来的一举 谁跟我说 谁跟我说 这真像过日子一样 大家每天在一起 而且过得很开心 求你 我求你 我去求你 但是当滑车面不要跟我来这些 那两个抛丝给我滚 我说 十二鱼 真的假的 真的 对我现在转 我一直转 我转到淘汰那天 行 这半年说实话吧挺痛苦的 要包袱的时候聊得特别好笑 上展演舞台特别冷 但实际上大家在一起 还是嘻嘻哈哈的特别开心 怎么样你昨天演的 我一直在笑场 我一直在笑场 她是笑场的边缘 她是我们笑场的根源 我们一直在笑场 就是说这是一种 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 总结起来感觉像 命运共同体 因为我们的一切一切 都绑定在一起 哇 希望喜剧之神降临 愿喜剧之神降临在这个舞台上 荣辱与共 然后你们一起在上台 一起接受批评困难 一起接受荣誉喜爱 一切一切都一起 一定要拽腿 这是最后的信任了 这是咱们最后一个作品 这是我们四世同堂的 最后一个作品 爱莹才会拼 这一次我们拼了 今晚的第一个作品是 爱莹